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凹槽不仅是河童的标志 还是它力量的源泉 想象一下 如果河童的凹槽里面钱了 那可就麻烦了 可能会变成一个钱别别的小妖怪 连水都不敢碰了 河童的性格多变 有时候他们会显得非常友好 甚至会帮助农民灌溉水田 但有时候 他们也会恶作剧 甚至把人类拖入水中 据说 河童特别喜欢吃黄瓜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同学 有时候也会因为一根黄瓜 而引发一场小小的争斗 想象一下 河童在水里大口吃着黄瓜 突然被一个人类的黄瓜大军包围 这场景简直是喜剧片的最佳剧本 有趣的是 河童的名字 在日语中有河和同的意思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河流中的小孩 不过这个小孩 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可爱小天使 而是一个随时可能 把你拉进水里的水鬼 这就像是 你在游泳池里 突然发现 一个小孩在水下潜浮 心里不禁想 这小子到底是来玩水的还是来抢我的游泳圈 在日本的某些地方 河童甚至被视为保护水域的神灵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环保课程 或许我们可以学习河童的精神 成为水域的守护者 当然 前提是不要被他们的搞笑行为吓到 想象一下 河童在水里指挥着一群小鱼 告诉他们怎么清理水域 这画面简直太可爱了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河童与人类的搞笑邂逅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农夫 他在河边工作时 看到一只河童在水里吸吸 农夫心想 这小家伙一定很会游泳 于是他决定挑战河童 于是两者展开了一场水中比赛 结果 农夫不小心滑倒 掉进水里 河童却在旁边哈哈大笑 还给他扔了一根黄瓜 似乎在说 这是你的奖品 别再挑战我了 总之 河童不仅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有趣角色 更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搞笑而又深刻的象征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像河童一样 保持幽默感 并与自然和谐共处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俄罗斯的巴巴雅嘎 森林女巫的神秘小巫与魔法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一位非常特别的角色 巴巴雅嘎 巴巴雅嘎 她不仅是一位森林女巫 还是一位拥有神秘小巫的传奇人物 这位女巫的故事充满了魔法 智慧 还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首先 巴巴雅嘎的形象非常独特 她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年迈的妇人 长着锋利的牙齿和一头乱糟糟的白发 她的外貌可能会让你想起你奶奶的朋友 但千万不要小看她 巴巴雅嘎的魔法可不是开玩笑的 她的家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小屋 这座小屋的腿是鸡腿 能够随意移动 甚至会转身面对来访者 这样的设计让人不禁想问 她是想要一个隐私的家 还是想要一个随时可以逃跑的地方 巴巴雅嘎的故事中 经常出现一些勇敢的年轻人 他们在森林中迷路 或者因为某种原因需要寻求她的帮助 这些年轻人通常会面临一个考验 这就像是参加一场魔法版的 谁是接班人 他们必须用智慧和勇气 来赢得巴巴雅嘎的信任 否则就可能成为她的晚餐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有趣的是 巴巴雅嘎并不总是邪恶的角色 她有时会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 给予他们智慧和指导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在生活中 我们是否也有一些看似可怕的角色 其实内心却充满了善意 或许 巴巴雅嘎就是那个提醒我们 不要以貌取人的象征 在俄罗斯的故事中 巴巴雅嘎的形象 也反映了对女性力量的复杂看法 她既是恐惧的化身 也是智慧的象征 这种二元性 让她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角色 让人们在讲述她的故事时 总是能够引发热烈的讨论 最后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巴巴雅嘎生活在现代 她会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或许她会开设一个魔法工作坊 教人们如何用草药治疗小病小痛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她的森林生活小贴士 想象一下 她的Instagram账号会有多少追随者 毕竟 谁不想学习 如何用魔法做出美味的草药汤呢 总之 巴巴雅嘎不仅是一位神秘的森林女巫 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角色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 生活中有时候需要一点魔法 而这魔法 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事物中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像巴巴雅嘎一样 勇敢面对挑战 并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西的亚马逊女神 热带雨林中的守护林与冒险 当我们谈到巴西的亚马逊雨林 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茂密的树冠 五彩斑斓的生物 以及那令人窒息的热带气候 但在这片神秘的绿色海洋中 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女神 亚马逊女神 或称亚马逊女战士 她不仅是这片土地的守护林 还是无数冒险故事的主角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 这位女神的起源 亚马逊女神的传说 源于古希腊神话 与亚马逊女战士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女战士 以勇敢和独立著称 据说 她们生活在一个 只有女性组成的社会中 并且拥有惊人的战斗技巧 想象一下 这些女战士在热带雨林中 挥舞着弓箭 与野生动物搏斗 甚至与入侵者对抗 这样的画面 简直就像是勇敢的心 与侏罗纪公园的混合版 在亚马逊雨林中 这位女神的形象 不仅仅是传说中的战士 她还象征着自然的力量 与生命的延续 当地的土著文化中 亚马逊女神 被视为大自然的化身 保护着森林中的动植物 并引导人们 与自然和谐共处 这就像是大自然的超级英雄 随时准备出手 拯救那些不小心迷路的探险者 或者是那些 不小心踩到蛇的旅客 有趣的是 亚马逊女神的故事 也反映了当地人 对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她的形象 不仅是勇敢的象征 还提醒着我们要珍惜 这片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想象一下 如果亚马逊女神真的存在 她可能会对那些 砍伐树木的伐木工人 发出警告 嘿 兄弟 这里可不是你的后院 快回去修剪你的草坪吧 在现代 亚马逊女神的形象 也被用来推动环保运动 成为保护亚马逊雨林的象征 许多艺术家和活动家都以她为灵感 创作出各种作品 呼吁人们关注这片珍贵的生态系统 这就像是 她在告诉我们 我虽然是女神 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 总之 巴西的亚马逊女神 不仅是热带雨林中的守护灵 更是我们与自然之间的桥梁 她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 我们都不能忽视与自然的联系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亚马逊雨林中探险时 记得向这位女神致敬 并且小心不要踩到蛇哦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有趣讲述者 今天我们的话题 涉及了三位神秘又搞笑的角色 日本的河童 俄罗斯的巴巴雅嘎 以及巴西的亚马逊女神 这些角色 不仅在各自的文化中 具有深厚的根基 还充满了幽默感和智慧 让我们在欣赏她们的同时 不禁蓬富大笑 简而言之 河童是一位水中的小妖精 既会帮助农夫 又会恶作剧 巴巴雅嘎 则是一位神秘的森林女巫 拥有一座会走动的小巫 并且经常考验那些勇敢的年轻人 而亚马逊女神 则是热带雨林的守护灵 象征着自然的力量 和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深入分析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人物 而是各自文化中的重要象征 河童让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互动 巴巴雅嘎提醒我们 要勇敢面对挑战 而亚马逊女神 则是环保意识的化身 这些角色的搞笑故事背后 隐藏着深刻的道理 让我们在笑声中 体悟到许多人生智慧 最后 我非常期待听到大家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神秘又搞笑的角色 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们有没有听过 其他有趣的民间故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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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